用小一、小二生 首先認識基本滋味 因為你要建立一個基本的架構 所以他用鹽跟水調、水跟糖調、檸檬汁跟羊甘菌 然後建立了鹹、甜、酸、骨的四味 2010年以後,日本介入了 所以巴黎的所有學生還會加一個脂味 就是五拿蜜 他們用昆布進水 放出一個鮮味 就大概像味精的味道 就是剛剛講說 事實上人間有五種味道做一個基本的價格 然後再開始給你一堆食物 你去分哪些是鹹的 哪些是甜的、哪些是酸的 譬如說 法國麵包會有一點點鹹味 或者生火腿,甜的時候會有一點鹹味 或者草莓、冰淇淋,甜味 醋或者冰淇淋,酸味 苦瓜或者苦菊做苦味 而且我覺得最後一個情侶比較好看 就是逆反一心 就是它阻止你某一種東西 尤其是視覺 因為人類或者我們現在的教育 太常用視覺了 我們看文字、看圖片、看東西 所以不讓你看 然後你去摸或者去查 試著去分辨 也許犯錯 這是個一二年級的基本教育 但如果老師有想法的話 可以做更多 然後去胖去吃 然後很有趣 就是法國味覺之後 日本參與了以後 味覺之後的下一週 他們移到東京去 現在日本人在做這種事 就是把整套東西完全移植到日本 所以日本也是 大概已經做了三年的味覺走了 全日本的小朋友 要適得知道這個世界上的味道 我在說什麼 我先把這個政府說 我其實要表達的是 法國人在幹什麼 他要請全國之力 再讓某些能力不至於消失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要不要反省一下 你們多久吃飯 超過十五分鐘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多久把吃飯當作一個求生存的事情 而忘了感覺 我插播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也許對你們來說更有趣 可是我覺得更具體 我喜歡一個故事 而那個故事非常真實 就是我被判令要當駐法隊 我太太很不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是澳洲長大的台灣人 所以她英文是母語 中文也是 所以她不會講法語 我是留法人 我當然就去了 她為什麼要陪我去 她要重新學一個語言 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講說 至少要完成她三個願望 她才讓我去 或者她去了以後 立刻要完成三個願望 其中一個 簡單講 你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她要去那個 R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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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飯店 Reeds Reeds飯店 戴安娜王妃死前的那個房間 去住一個晚上 我去了才知道 原來那已經是套裝行程 她是一個總統套法 還蠻會的 然後呢 她有戴安娜王妃 前一天晚上吃的菜單 她也有香檳子 還蠻好的 然後 我們還蠻高興的 花一點錢去住了 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是 我帶了兩個小朋友 我們家有 我們就一起進去了 那在客廳聊聊天以後 我帶了說 7點了 你們該回家了 就是 她要趕我跟兒子走 因為 她 一個人住在那個房間裡 她才覺得她是戴安娜 所以 大概可以想 她那個浴缸很大的人 她要一個人過 所以你可以想到那個場景 夕陽西下 然後有個老男人 簽了兩個小朋友 然後影子長長的 默默的離開 立志飯店 然後 那個女人就留下來 其實蠻慘的 她就做了一個晚上 假裝她是戴安娜 我爸就讓她想像她是戴安娜 另外一個 她就是要一個 薄筋包 薄筋包還好 薄筋包還好 薄筋包 薄筋包 我說那買啊 買 那 在花里 我就找了一些朋友 因為我在那邊讀過書 就找到那個 AMS的老闆 我們就認識了 我就說我太太要一個薄筋包 說好急了 那我們安排你們做第一次的會面 我說還要會面啊 不是買一個 付了錢就買包包嗎 不是不是 真正的薄筋包不是這樣 要定做 那我說好 那定做 那第一次會面 我們知道說 所有的薄筋包 從頭到尾 包括薄筋在內 都是同一個師父做的 所以我太太要跟這個師父見面 那第一次我就在 然後以後 前三個月 他們要每兩人要見一次面 我要上班啊 我就不行 他們要談什麼 談說第一天 我太太就選好了 她要 藍色的 要 鱷魚皮的 薄筋包 可能聽說就是最貴的 可是 他就選了 那個工匠說好 他就開始做 可是一邊做 他們一邊聊天 他們要聊說 你的生活怎麼樣 你平常最喜歡玩的事情是什麼 你主要的活動是什麼 然後你的衣櫥裡有哪些衣服 你的身高多高 你腿多長 我一直懷疑他有問過 我帶著造飛多少 跑牌 他們就聊這些東西 幹嘛 他要找出最適合他的東西 而且讓這個使用者重新認識自己 我太太不是安全地要求力 他的腿其實沒有那麼長 他的膚色也不見得適合佔藍色的顏色 可是他不需要提醒 他要讓他自己認識 所以他們就慢慢地談 聊天 那個皮包就繼續地做 做到一半 我太太改變 他要換一個材料 換一個顏色 他說好 我說那不是浪費了嗎 那個 那個老闆跟我講 他說不要擔心 全世界有很多需求 所以這個包包還是會繼續做完 可是就不是給我太太 中間換了三次東西 他開始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大部分的衣服是什麼顏色 我中間有點不舒服 因為這個男生其實有點帥 我30歲比我年輕 然後他每個月 後來每個月就跟我太太喝咖啡 一喝就一下午到晚上 我說我回來做飯 然後呢 談那麼私密的東西 我有一次就打電話給Hermes的老闆說 這樣好不好 我說好奇了 因為懷疑跟忌妒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好 所以一年之後 花了一年 他們這樣子約會一年 後來就 我每次下班就直接回家 好 然後他其實對我們在談不一樣 因為有個30歲的男人 胖子的男人 常常跟我太太約會 所以一年多了 他拿到他的包包了 我太太跟我講的第一句話是說 那個老闆啊 你要努力一點 因為你現在配不上我 你不聽懂了沒有 就是他不只是 他拿到那個包包而已 他變了 他覺得我配不上他了 媽的 是你花的錢 可是 這個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有趣的文化商品 也就是跟我要講的味覺說 或者其他東西一樣 現在最值錢 已經不完全是那個商品 而是 等一下我要講的 Transformation 變形金剛的變形 用這個字 我們花錢 甚至不是買一段經驗 而是我們希望買電 我們來讀MBA 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EMBA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進來 鼓跟出去的時候 不一樣 那 我很喜歡這個例子 因為多真實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 有一天 我大概都會跟我講這話 就是老陽你 可以不照我嗎 他其實還是蠻鼓舞的 他叫我努力一點 他給你機會 你給我機會 所以後來還要去練這個 可是 很有趣 他變了 他最後很有趣 我們家一直供著那個火星包 他也用了 他其實後來是用小陽皮 是最便宜的皮 然後是橘黃色 也是一個不特別的顏色 可是他選擇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 這樣子的包包是可以用的 是最適合他的 或者 這個當然 那個包包是這個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 有點趣味 可以跟這個味覺的經驗比較 所以你有時候 後來會發覺 如果你在 法國的店裡面 碰到一個店員 對你不太客氣 你要知道 其實他可怕平衛並高 只是你比他有錢而已 之類的 或者甚至看藝術欣賞 走快一點 法國的藝術其實也蠻有趣的 同樣一個例子 馬數發表 有一天我兒子說要去看黃碧度藝術中心 我就覺得這時候我的品味 終於可以拿出來做一點教訓 法國老師的東西 我自己收藏當代跟現代藝術 黃碧度藝術中心是當代跟現代藝術的大廊 可是我覺得當代跟現代藝術 與其說是美學或者改革學 有時候更是哲學 比他說有些東西 根本不是直觀的美 裡面有很深刻的地品派的哲學 所以小朋友很難懂的 五歲小朋友你要他看什麼 所以我很想去學校教訓的老師 我說最好帶小朋友去羅夫工 看那個美的尺寸、比例、好的雕刻 看那個直觀的美 讓他們心裡建立一個好的標準 如果不行的話 去奧塞美術館也好 因為印象派的東西用很好的色彩 讓你知道那個色彩如何調和 創造出自然的美 甚至比自然更美 可是你去黃碧度藝術中心幹嘛 他們現在還不能思辨 還不能抽象思考 還不能處理哲學性的難度 所以出發代表主動 所以要跟他們一起去 他們去黃碧度去說東西看畫 我覺得黃碧度就不對了 像我在黃碧度看到有人看那個大畫 然後叫小朋友 一披風帶劍去模仿裡面人的動作 這可以 對歷史的思考或者去體驗很好 可是他們去黃碧度藝術中心看這幅畫 這是馬蒂斯的舞蹈 還不錯啦 我大概也知道 那個接近野獸派的做法 就是那個藍色、紫紅色、綠色的對比 色彩對小朋友還可以學習這些東西 可是不是耶 是叫小朋友蹲下來、坐下來 然後叫五個小朋友出來 說那個Peter,你學這個人 Paul,你學這個人 所以五個小朋友 Karen,你學另外一個人 就學學學 所以小朋友就要做那個動作 然後五個小朋友出來 做一做動作 砰砰砰全倒 哀哀叫 所以老師叫他再講 再做一次動作 砰砰要全倒 老師開始解釋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些動作沒有人可以平衡做到 其實藝術家最有趣的地方在 他讓視覺上以為人可以做到 可是你如果提琴的模仿的時候 人又做不到 那在做到跟做不到之間 這個裡面有一個張力 有一個獨特的力量 藝術家跟畫匠的差別就在這裡 畫匠跟畫得很準確 可是沒有力量 藝術家的時候做得更笨拙 更粗糙、更不準確 更有力量 所以這裡面 那個好的藝術家的感覺 就在這些小朋友跌倒的過程 好吧 用身體去感覺也是個辦法 後來他們就停下來 停到那個畢卡索的作品前面 可是畢卡索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哲學啊 不是美學啊 至少不是直觀的美學 他們談這幅畫 畢卡索很貴的作品 作者的女人 好看嗎? 好看 給你,要嗎? 給我要 因為他還值錢啊 不要 這樣好看嗎? 這個時候比較好看 好看 想到他是變成鈔票的時候 或者銀行照顧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看 好,這就是很難的東西 因為他已經是成熟的力品派 他是至少半抽象 所以他是作者的女人 這次那個老師照出來的小朋友就更多了 他叫十幾個小朋友出來 然後幹嘛? Peter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就學那個 他的左眼 後 你學右眼 有人學鼻子 有人學指頭 然後 請他大家認真學 所以跑出來十幾個小孩 有的面向這邊 有的面向那邊 有的頭是歪著的 有的怪怪氣的 反正大家做很奇怪 更多努力學 有人學肩膀 然後 組合一群人以後 老師說 大家看 他所要畫的就是這樣 他要畫什麼? 他是立體派 他把一段故事 或者一個做的人 要被畫的那個人 抓抓臉 中間去上廁所又回來 扭下頭 因為這個國塵寢的所有動作 凍結在一個平面的畫座上 所以才會有不同的面 因為很多有轉 不同的 所謂立體就是把時間空間 所有東西都放在這裏 所以你們以為 你們在看畫 是一個平面 不是 是 Peter的左眼 Paul的右眼 那個 Catherine的肩膀 誰的手 全部加起來 變成一幅畫 所以立體派的偉大在於 他其實是 是 要想像的 而且他是 是一段時間的 有 有不同的走 有空間 時間 什麼的走 全部放在一起 所以他偉大 我該怎麼解釋 就是說 這是一個詮釋方式 我覺得 畢塔索的立體派 比這個更深刻 可是對我比較大的衝擊是 我從來沒有想到 連抽象的話 也可以用身體去感覺 也可以用平衡 或者用方向 或者時間差 空間差 空間的變化 也可以用這樣的當時改變 我常在想說 如果 小朋友在六歲的時候 五歲的時候 可以在真機前面 自己去模仿在家想像 他應該 對藝術的感覺 會跟我不一樣 所以 好羨慕 那我要說什麼 我今天到底還是來做報告 應該要學到我的東西 我們如何從我剛剛試著的 不管是薄金包 或者小朋友的吃 或者藝術欣賞 歸納出什麼 我想講一個東西 這是一本書 1998年出版的 叫做體驗經濟 你們拍就拍了 不過我告訴你們 千萬不要 請你們知道知識生產 尤其你們現在在學校讀書 我們做教授的人寫 paper 就知道 我通常會寫一個 working paper 或者 conference paper 寫出一個概念來 然後去投 conference 等它變成期刊 journal paper 大概也要一兩年 有時候甚至更久一點 所以等我發想 變成 paper 已經有一段時間 變成期刊又一兩年 那就是三五年 三五年 期刊發表的集結成書 變成真正的具體的書 又要三年 所以基本上 變成書的東西都是落語 所以你們看著書讀 然後想拿書去實踐 基本上也有八年的落差 在這個東西的發想上 所以累積變成書 其實就有點危險 尤其又翻譯成中文 又過了兩年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1998年的書聽聽就好 基本上它是個落語的東西 可是他講得很好玩 這本書 他講說其實從農業經濟時代 到工業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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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一樣 這個很容易懂吧 你們知道 如果你們有一個姐妹濤 要嫁人 你覺得嫁給人富豪嗎 這樣子 有一個人說 我家裡有 一萬坪地 你跟我交往吧 你一定要問 這一萬坪地在哪裡 因為在深山裡的一萬坪地 意味著 早上五點就要起來做飯 那這樣他日子怎麼過 那即使他在肥沃都不值錢 在我們這個時代 所以農業時代的邏輯就是 肥沃生產力高就值錢 可是當時代一變就不行 工業時代 要土地在港口 交通方便 工人來上工方便 他就值錢 那跟農業時代的邏輯又不一樣 可是服務經濟的時代又不一樣了 你給我一萬坪地 不如給我十坪在東區 真的嗎 你一萬坪在港口 或者在苗栗深山 我沒有所有 都不如十坪或二十坪在東區 或者就在中校東路四段 很現實 因為那是服務經濟的時代 所以這本書其實就不要看了 我就把它講完了 好 可是 開始我沒有PAPER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 以前有貨品的時代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服務主性 所以只能用價格取勝 我產商越多 我價格越便宜 經濟就好賣 可是後來面商品就不一樣了 有些品質好品質不好 用真品 用假皮的 從工頭號就有差了 可是再過來就有點服務 就是 我是不是容易買到 或者我開始是不是有一些商品的品牌 譬如說 LB的東西跟一般的東西不一樣 我是不是有一些加值的東西 再過來就留一點體驗了 我覺得最直接的體驗 就是我最近的一次 是吃飯 我到一個餐廳去 母親節帶媽媽去吃飯 可是我到那個餐廳門口 我事先有訂的還滿貴的 到門口的時候我就有點不高興了 因為他沒有 他在地下室 可是沒有電梯 我媽他腳不好 所以當然是走下去的過程 我就不高興 然後一走下去 因為在地下室 鋪面而來就有一點點美味 他是老店 老店就是這樣子 那他久了 不換地盤 不換什麼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盤子就沒有破爛 可是那個上面的裝飾是有點磨損 其實我就不高興了 我請我媽吃 就是要一段愉快的經驗 不是只吃飯 他的菜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的餐具 空間、空調跟交通環境 怎麼都不行 那我吃了這頓兩個小時的餐 我心裡是有抱怨的 那就是體驗經濟 因為我來這裡消費是一段時間 可不是買完就走 我也不是打包回家 所以我需要一個愉快的用餐經驗 那麼也有很多這樣的經驗告訴我說 我請朋友在巴黎吃飯 喝了一瓶好酒 他就把名字記下來 可是回到台灣以後跟我講說 那個酒在台灣喝 怎麼喝都不對 我說當然不對 環境不對 人也不對啊 跟我喝多快樂 回家跟黃點婆喝 味道就不對了 因為豬朋狗友喝 跟那個就不一樣了 別忘了還有餐呢 我們當時吃的是西餐 餐好、配的酒也好 還有氣氛好 什麼都不對 你把這個東西抽你出來 只看那個商品 那你就是還 停留在貨品、商品、服務的階段 你忘了 你買的是一段體驗 那個餐盤也要錢的 氣氛也要錢的 環境也要錢的 配菜當然更要錢 所以不是只有那瓶酒 可是到這樣子 就是1988年的體驗經濟的結果 而且我們現在往下走了 我們還有變形金剛呢 我們現在開始 他用這個詞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神話 或者現代神話 是說有一個人 是羅蘭巴特寫的 有一個人是一個瘸子 他到路德去朝聖 因為天主教的傳說 路德有一個聖 在那邊寫聖 在一個泉水裡面 所以這個瘸子就 普通跳進泉水裡面 讓你全身進到泉水 然後神技就發生了 他站起來 腿不拳 整個人換一心 變成一個新的人 這是一個神話 這個成績有沒有發生也不知道 那就是聖無險之 那拿來做經濟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開始大家在這個時代裡 願意付很高的錢 為的是改變 或者變形 或者轉形吧 或者什麼 就是我們念EMBA 是因為進來跟出去 會不一樣 當然啦 你也會拿到一個文憑 比你當紙 然後在人流市場上賣比較老的價錢 那對 有那個東西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改變 那我們也希望像那個 追求神機的瘸子一樣 希望自己不再瘸 或者有人 體驗靈修 或者瑜伽 或者像我太太一樣 拿一個國際包 他原先以為是買商品 後來買的是生命的改變 如果這樣子 大概 是 利潤最高的 產業 那個 如果 回到我們今天的東西 才是放魂任何的文創 就是 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生活 這不是廢話 可是 注意 其實我們都沒有在過生活 我們在過日子 我們在過單調無聊辛苦的日子 如果有了文化 它就會變成有意義有價值 比較深刻的生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文化就有價值了 那文化跟機器人也不一樣 因為機器人給你的還是單調 刻板 一成不變 準確 定時的日子 那 如果這樣的話 好像有些東西可以發展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你要罵咖啡豆嗎 或者甚至賣可可 中南美洲 或者非洲人就賣咖啡豆 那不值錢 可是變成一個商品 要會值一點錢 變成咖啡值一點錢 可是變成一個品牌 或者現在 Starbucks 還有一些體驗 不一樣的氣氛 就不同了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到Starbucks 尤其美國的下午的店 你如果拿出來的是HTC 就撈了 孩子在那裡喝咖啡的人 一定要用iPad 或者iPhone 真的一定要用Apple 因為Apple意味著某些市集 跟某種咖啡是符合的 品牌